美心如揮豪如沐春風 求拉燦 因為過新年嘛 然後就是想說來一點過年的氣息 就被逼著在蘋果的棚裡面 逼我寫春蓮 就是想要讓我在大家面前出出醜 然後讓大家過一個開心的年 想說寫一個跟那個過年 沒什麼關係的東西 看了就知道了 就是比較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字其實蠻醜的 我記得小時候 好像都有那個毛筆課不是嗎 我毛筆課應該都拿回家 叫我爺爺幫我寫 因為我外公 他寫毛筆寫得非常漂亮 所以我的毛筆 基本上作業都是我的外公幫我寫的 春來囉 祝大家的春天都快一點來 應該祝我自己 哇 完蛋 這個春 有點樂趣 還滿像我的字的耶 祝大家今年都可以如沐春風 只寫一幅不夠誠意啦 加碼再寫一個 我今天在你們這邊很多書卷器 應該可以趕快加出去了 對 好像還滿好看的 它的兩邊沒有很平均對不對 紙歪了 對啊 沒有是紙歪 不會影響到我 對 紙不好 妹妹送你 我今天想太漂亮 漂亮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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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逼他 不要再逼小朋友了 誰要逼我 怎麼了 還想我幹嘛 喂 你剛剛的書卷器呢 都不怕嫁不出去哦 嫁不嫁我也是無所謂啦 怎麼嫁出小聲 希望也可以有順順利利的感情啊 不要被排到一些烏龍的匪文之類的 什麼東西 標準的話我覺得 心靈相通比較重要 但是外在條件依然就是 起碼要順眼 然後要是個 誠實的文明 有了東西為你 就你趕快擺脫 水利行列 不倒